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第一节课由大山格林讲师演讲 请各位掌声欢迎 来 大家请坐 来 请坐 这个声音比较小声算 稍微大声一点点 稍微调一下 好 麻烦你 谢谢 谢谢 现在所有台湾人大概只有一个共识 他们真的要说我是台湾人 对不对 你们都没有意见 没有反对意见嘛 现在所有住的台湾人都很爱说 他是台湾人 但是你说台湾人 这台湾人那两个人是对到来的 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台湾是在说一个多数 对不对 是一个geographic area 是一个地理位置嘛 它不是一个国家嘛 对不对 这都同意嘛 它是一个area 一个住在这个岛上的人 可是台湾这个名字是对到来的 这个岛本来有名字吗 这个岛本来有没有名字 台湾从什么时候开始叫台湾人 本来这个地方没有名字的 它就是一个岛嘛 就像北美的印第安人 它本来叫印第安人的嘛 你告诉我 它住在那边几万年 当时开始用印第安人 那白人一季才叫他印第安人嘛 白人一季近年叫什么人 没有嘛 那时候哪有原住民 都是没有这种原住民 没有这种人 没有名字啦 我跟你说 自己在住在一个地方 祖国以来是没名字 不需要有名字 什么时候开始有名字 当你跟外界接触才有名字嘛 对不对 我住在这个地方住了上万年耶 我们的祖先住了这个土地 十万年耶 四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可以追到 我待会会慢慢讲 为什么是四万年 它是有科学证据的喔 住在这岛上四万年从来没有名字啊 因为你没跟外界接触嘛 什么时候开始有名字 我们第一次有名字是什么时候 葡萄牙人来的时候 哇 Pomosa 对不对 第一次有名字叫做Pomosa 不是叫台湾啦 台湾是后来中国人叫的 也不是叫人 大清帝国以前叫这个 所以叫台湾啦 中间换了很多名字嘛 对不对 有不同的人叫我们不同名字 葡萄牙人就不会叫台湾啦 他说Pomosa 对不对 在不同的国家里面 眼中看到的我们是不同名字 他们是为了要identify你 把你认出来 所以要给你一个名字嘛 对不对 当你跟人家不需要互动 比如说原来住在北美洲那一群 不同的部落的人 互相之间有部落的名字 但是as a unit 整个北美洲来讲 是没有一个单独的名字 直到外国人进来以后嘛 那后来才叫做美国嘛 才叫做印第安人嘛 因为他以为他来到印度 本来就是以为他来到印度 结果来到北美洲 所以那边也叫印第安人 另外印度 叫印第安人 那很有意思 所以台湾这名 当你在讲我是台湾人的时候 那负予太多意义了 因为在台湾这地方 住在不一样的人 几个月以前 几个月以前 我再说一句话 台湾这到底只有两种人 占领者跟被占领者 那时候记者在访问的时候 我说一讲出来 大家吓一跳 那些贡献 因为我讲这个字的时候 才把台湾的地位 掀开来给大家知道 表面上大家都说台湾人 怎么新来救的 都别说那些 说一个简单的 台湾这条 只有占领者跟被占领者 我一讲这个 就牵扯到什么 战争 牵扯到历史 牵扯到很多事情 当你从这角度一看 才可以慢慢把自己 到底是谁分出来 不然 下人一次都觉得 台湾这些素材很好 你也要做台湾人 对不 很多人想移民到台湾 东南亚都 你也要做台湾人 但是他来的是不是台湾人 跟我们讲的台湾人 是不是同一个台湾人 跟以前大日本帝国的台湾 是不是同一个台湾人 跟以前的福尔摩杀人 是不是同一个人 跟以前的福尔摩杀人 是不是同一个人 因为你说话的话语权 文化的定义权 人种的定义权 就被别人拿走了 为什么被别人拿走了 因为我们全白了 全白了 对台湾这些素材 我们是什么人 文化的定义权 人种的定义权 历史的定义权 都被中国人拿走了 听我慢慢讲 来 这个是我们 我这可以按吗 OK 上几个礼拜以来 我一直在讲同样一句话 有礼走遍天下 无礼寸破难心 这大家都会讲 你如果有礼要走到都没人 都不用怕 你如果无礼都 蓬来蓬去 我再加一个 有礼再加一个 有名分的人走遍天下 没有名分的寸破难心 没有名分的寸破难心 现在再加一个 前面再加一个subject 再加一个主词 这边也加一个主词 蔡英文政府或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无礼寸破难心 台湾民政府 有礼有名分走遍天下 这就是最近一连串在发生的事啊 你看我们的官网看看 来我们给他们看一下官网 有礼自信满满 走路有风 无礼四处蹦平 来 最上面 看到我们最上面 我讲上面 你怎么往下面走 对 往上面 对好 来 给我看到这一页 你可以上面去掉不要 我只要从这边开始到这边 然后再往这边移一下 不过 没关系 好 就这样子 你们大家上去官网 这是我们最新的 没关系 你不用再动了 我要看那边 可是你那边都遮掉了 我要看到那边的东西 你下面把它移过去一点点就好了 OK 移不过去 好 好 那没关系 就这样子好了 可是我没法读到东西 来 你帮我放大一点可以吗 不行 也不行 你不要去按那边 都不用按 都不用按 好 我就看这就好了 你把这个放大 把这个字放大 我希望给他们看到那个字 可以看得到吗 你按进去好了 那你按这一个好不好 Please 按这一个 来 再把它放大 好 很好 这个天灯不用看 我主要是要看内容 那我要看左边那边多一点 可以吗 好啦 你不用再按了 来 先关掉 你这样越操作越乱 那个可不可以帮忙一下 帮他操作一下 他现在操作都很乱 你帮我回到官网就好了 会呐 有钱 quel уг 然後我要點這一張 然後放大看左邊 對 我要看整篇文章 對 很好 就這樣 謝謝 來 這是我們接下去會廣告 除了前一陣子那幾個廣告 我待會會追回前面 這一次 來 稍微再小一點這個字 可以再變小嗎 不能 不行 好 就維持這樣子 再往上拉一點 這個on the war stage is time 這一次我們會在華州人DC 會辦一個conference 之前我們會有一些廣告 the acts for Taiwan 對台灣的動作 分為三個部分 the fact the law 來 再往下一點 the verdict 然後再回到上面 the fact 是什麼 事實 有關於台灣的三個部分 第一個 有關於台灣的事實是什麼 有關於台灣的法律是什麼 最後判決的結果是什麼 出來了 第一個 US appointed Chiang Kai-shek to the minister 台灣 after the allies defeated Japan in World War II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美國 appointed 要求蔣介石命令嘛 蔣介石來管理台灣 就在代表盟軍管理台灣 OK 好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第二個facts 事實是 the US become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over Taiwan under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1952年 戰後是一個時間點 第二個 1952年的時候 根據那時候簽署生效的救新單和平條約 現在可以了 簽署的和平條約 美國成為台灣這塊土地的主要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就是主要佔領全國 在舊金安 peace treaty底下 1952年生效 這是另外一個事實 第三個事實 台灣relation act 1979年 established commercial 就是台灣關係法 在1979年生效 這個是來做什麼呢 處理commercial的商業 文化或其他 跟台灣的關係 without 就是沒有官方的 without official government representation and without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 沒有正式外交的管道 也沒有正式的政府組織 不是以政府的單位來看 台灣關係法底下是這個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會 所通過的一個法案 全世界只有誰有資格來簽署台灣關係法 當然只有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只有擁有這塊土地的主要佔領全國 所以有關於台灣的事情 只有這個主要佔領全國 說的話算話 只有它有這個權利來 訂定一個關係法 全世界沒有其他國家可以訂定 跟台灣的關係法 只有美國可以 其實我們這個 它給的facts的邏輯是一環扣一環 再寫下去 台灣 has remained an unrecognized state since then living under US policy 來 台灣一直維持這種 沒有被承認的state since 從那時候開始台灣關係法以後 台灣就不是一個國家的形式 OK 那以什麼樣的形式 根據什麼 根據這個 US policy 它有一個政策叫什麼 strategic ambiguity 就是策略上的模糊 它不會說清楚 它也不想跟你解釋清楚 這叫策略模糊 它有一個policy 美國的policy 這是facts OK 我們陳述過去歷史上的事實 接下去 the law 根據法律是什麼 我們先有facts之後 再來討論法律 討完法律 就把facts跟法律 加一起考慮 就有一個verdict 最後結果就出來了 第二個 the law What is the law? article 15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根據全世界這個人權法案 寫的第一條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nationality 每個人有權利 entitled to have a國籍 你如果沒有國籍 就是違反人權 我給你解釋比較簡單 就是你如果沒有國籍的話 你就是 就是沒有受到人權的保護 就是這樣 就是沒有人權的意思 那是一個違反人權的事情 你如果沒有國籍 就等於違反人權 被violate 所以上次的訴訟案 Dr.C.S. Roger Lin 告美國的第一次案 2008年出來的時候說 台灣人 is stateless 就是沒有國籍 沒有被國籍所承認的國籍 到現在為止都是一樣 美國每次國務院出來回答 有關於台的問題就是說 台灣或中華美國都不是一個國家 那是什麼 我問得活生生的人 多愛接受在那裡 還沒有國籍 那是什麼 所以 這個就是 human rights的需求 第二個 No one should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沒有任意的可以被剝奪 of his nationality or deny the rights to change his nationality 沒有人能夠 任意的被人家 剝奪他的國籍 或者怎麼樣 他想要變更 或者被拒 or deny the rights to change his nationality 這是 基本的人權法案喔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所以那時候我跟你講 即使是一個國家裡面 犯了殺人罪的人 到死的那一刹那 你都不可以把他國籍拿掉 我們比吸引犯還更慘 連國籍都沒有 是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一次我們去告美國這個案子 我這樣的人跳一跳去 你可能操作有點困難 我就直接講好了 去年的2月28號 第二次訴訟案 我們 台灣民政府跟所有的同心 等一起去告美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跟Republic of China 跟中華民國 告他什麼 告他說我們的國籍怎麼回事 發生什麼事情 在戰敗那一點之後 中華民國宣稱他擁有台灣 就把台灣人的國籍全部換掉 從進以後 他們恢復所謂的中華民國國籍 那這件事情到底成不成立 我們就拿到美國的法院 來問這件事情 你出名了 台灣人 憑什麼 跑到美國的法院去告 美國 跟告中華民國 你可以跑到日本的法院去告有沒有用 到中華民國的法院去告有沒有用 到中華民國的法院裡面去告有沒有用 到英國去告就不可以 沒人要處理 為什麼 You are not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有一個字很重要 Jurisdiction 就是你是不是在他管轄範圍之內的人 你只有在他管轄範圍之內的人 你去告才有意義 你用人權就可以到任何國家去告 沒有啊 那最近敘利亞的人的話 流亡的難民跑到美國去告 告得成嗎 告不成啊 因為你不是在美國的管轄範圍 那台灣人也可以在美國的法院 告得成還告到最高法院 他上訴Apple Court 那表示什麼 台灣人是在美國的管轄範圍之下的人 他必須要聽嘛 那為什麼台灣人是在美國的管轄範圍 根據Jurisdiction和平衡條約 那為什麼根據Jurisdiction和平衡條約 因為大日本帝國 那為什麼根據Jurisdiction和平衡條約 所以這個東西都一環扣一環 有關於台灣的地位 你如果沒有面對這些事實的話 過去的台灣人自己要討論 沒有結果的 那為什麼台灣人過去都不用事實當作基礎 來尋求自己本身的利益呢 因為這個事實被人家打不開 有一種人在台灣很怕台灣人去掌握這些事實 因為掌握事實會把他的利益給他弄不見 就是中華民國流行政府這個人 董周瑜來只是一個代理者 可是他想辦法 偷雞摸狗 偷天換日 要給台灣人整個吃 那如果台灣人知道這些事實的話 他吃不掉 所以他一開始用光復節 最近還在 蔡英文政府還在慶祝光復節 你看 是不是 最近是不是放假越來越多 所有中華民國以前 連中華民國都不跟他放的假 蔡英文政府整個都給他放假 放到晚 他必須要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當他宣誓就職的就是中華民國總統 他這個人要保護就是中華民國系統 所以台獨這次很清楚 總統競選 就職大典我不要去了 不參加 國民黨他們自己也不參加 只要民進黨這個人不參加 講到這個 Facts 在我們這次的宣傳裡面 直接就指出來這個Facts 按照時間順序講完 當我們要把自己的聲勢釐清 比如說 叫人賣出去 還是叫人奔出去 叫人奔出去 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是什麼 你要慢慢追你的聲勢 你在不知道這個的時候 你會覺得 我小的時候要做事 你知道嗎 有很多 你看 從小被人奔到美國還是歐洲 跟國家的人 就算他以後生活條件很好 他還是想回到他當初出生地 找回他親生的母親 我到底有誰是 我是誰人 我想到生到我這個家庭長得不一樣 雖然你從寶寶開始就是這種人 可是你看他長得不一樣 我為什麼這個臉 他為什麼我的父母已經長在那裡 你就知道你是 叫人奔出去的 不就是叫人領養的 你領養的時候 你很想知道 這是人的本性 你知道嗎 當你不曉得你是誰的時候 你就不曉得為什麼活的 你不曉得為什麼活的 你就 整四人在做什麼 分分合合合 無關理由 什麼成就都一樣 你會想知道 我到底是誰 怎麼來的 以後要怎麼去 這是人的天性 一樣 台灣人也是 台灣人一直在找我 我到底是什麼人 所以台灣人情話說一句 我不是中國人 這個很簡單 我不是中國人 但是你問那個中國來的 你說你是不是中國人 他一定承認他是中國人 這是人的本性 你不曉得說 從小教育 從我主持人說 台灣人三代 四代 去洗腦 還洗不到頭 台灣人被中華民國這個體系的教育 怎麼洗 怎麼考試 你叫他說 你是不是中國人 骨子裡還說 我不是啊 他就不是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這不是靠洗腦 可以完成的事情 好教授 我們這個人 就是要這件事 他弄出來 接下去講到法律 第一條是這個 第二個 Article 76 1996年 convention articulate the basic international norm that the person should not lose their nationality if such a loss would render him statelessness 就是如果 他這邊齁 有這個 196年的convention 就是這是 國際上的norm 習慣 that the person 不應該失去他的國籍 會造成他無國籍狀態 也是不可以的 再來 Congress and President need to act change the status of Taiwan 就這個 跟美國的總統 跟他的國會訴求 你不可以讓台灣人 繼續 以一個無國籍狀態內 再持續下去 你這個policy 這種模糊政策 造成台灣人是在無國籍狀態 我跟你講 秘密還在後頭 是不是真的無國籍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法院要判的 這個講到 那是法律的部分 不是我們今天初級班要講 初級班只是告訴你說 你一定要去找回自己到底是誰 那我們已經幫台灣人走出一條路 這跟我們村的台灣人要走路不一樣 你以前 過去的台灣人是怎樣 一方面事實不知道 但是那個感情是存在的 我就跟你不一樣 你為什麼偏偏都給你 所有的台灣人的事情 都是你們中國人的主導 我們當然也知道外省人 那也是給我教出來 為什麼這些事情 都是別人替我講話 我自己為什麼沒有發生的權利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歷史被蓋過去了 我們現在知道 最後 Verdict 往下翻 As the United States celebrate a new Congress 當美國在慶祝這個新的國會 跟新的總統 新的行政單位 The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台灣民政府 Stand ready 我們準備好了喔 我們站得很缺人喔 我們在亞洲地區 我們告訴美國 我們將會是在 美國在亞洲地區 最可信任的夥伴 經濟方面 或者是在戰略上面 我們告訴美國 我們將會是在 美國在亞洲地區 最可信任的夥伴 中華民國沒有資格講這句話 因為你的身份 這樣說回來 誰才有資格講這句話 現在就有意思喔 你講任何話 要根據你的身份跟地位 台灣人如果不知道 自己的身份跟地位 你講出來的話 沒人幫你信到 你怎麼說也沒效 哪裡都走不通 但是你講符合你身份的話 的時候 人家馬上聽見 接受你 所以台灣現在開始 We are now talking 我們現在才開始學會講話 講什麼 講國際的語言 那為什麼不會講話 因為過去 四百年以來 我們在國際社會裡面 屬於outcaster 就是 是屬於文明社會以外的人 文明社會以外的人 是沒有名字的 在modern society裡面沒有名字 你知道名字很重要喔 當你有一個名字的話 被認出來之後 你就有一個title 這個title就有一些entitlement 根據你的名字 根據你的名字 你有很多相關於這個名字 所產生的rights 權利 義務 都會根據這個名字跑出來 所以名字不要小看名字這個東西 也不要隨便拿人家的名字 比如說蔡英文現在拿中國人名字 你不是中國人 你拿別人的名字 結果是什麼 人家按照你用的名字 把你抓到他裡面去了 台灣人你不是中國人 你拿中國人的名字 是要走去哪裡 沒有人要插你 除非你承認你也是中國人 你一方面又不承認中國人 又拿人家名字 所以中國人跟你說 你做的公司不承認 那你不用說 你什麼會都不用參加 除非你任主歸宗 他們的祖宗就從中國來 我們不是 我們剛才這個土地四萬年 我們的祖宗在這裡 我們的國籍 我慢慢會講 就是大日本帝國 來 這是對美國講的 It's time for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Taiwan 時間到了 我們需要一個 國際社會所承認的台灣 這樣跟你說 以前不關於美國也好 中國也好 台灣這個geographic 它其實是一個地理位置 地理名詞 可是上面富於每個人的想像空間 你知道嗎 他講他的中華民國 美國說他的台灣關係 還有台灣 但是大家把他自己的definition 丟進來 因為為什麼可以這樣丟 因為這個真正的身份 還沒有被reveal出來 之前intentionally 故意的或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但是台灣那時候遲遲 真的把你佔領的人 沒有做決定 也沒有講清楚 所以 就好像一個男人 你未婚 到底未婚還不未婚 沒有人知道 他突然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隨他想像 這到底有結婚還沒有結婚 又沒有戴戒指 他們老公也沒走出來 他們老公也沒走出去 那大家就想說 這是自由市場 大家可以追的 隨便把你的想像空間放進去 我講說如果有個老師 美女老師上台演講 大家就在想 這些有結婚 我都沒說 直到他講說 我沒有老公 那位嫁人 我的丈夫姓什麼 他什麼 大家想像空間突然就破滅了 對不對 之前 因為他看得漂亮美麗的外表 你就會把你想像空間 投射在他身上 等到真的把真相 他的真正身份 掀出來的時候 大家的夢想都破滅了 因為他是明花有主 你不可以對人 穿菜黑白來了 現在一樣 過期就是台灣在模糊 模糊狀態在玩模糊 或者一個女生 明明有結婚跟人家這樣 沒結婚跑到派對裡面去 隨人家想像 那就不對了 台灣人也是 台灣人是明花有主 我們已經在1945年4月1號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憲法實施在台灣的意思 在國際法裡面很重要 就是從那個時間開始 台灣人一定熟到大日本帝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的一部分 那就說得清嗎 因為初級一般還是要點到這個 初級一般要學兩件事情 哪兩件 佔領不宜轉主權 OK occupation 不可以transfer of sovereignty occupation就是佔領 不可以transfer transfer就是轉移 sovereignty sovereignty是一個主權 這裡面我講一個句子出來 裡面就好幾個名詞要定義了 什麼叫做occupation 什麼叫佔領 只有戰爭才會產生佔領狀態 戰爭而且要有勝負已經出來的時候 才會所謂的佔領 就是軍事佔領完全掌控一個地方 那叫佔領 那什麼叫做主權 那又是另外一個觀念 台灣人也不知道有主權 過期台灣人是一個道 所以另外的人沒有一個sense 知道什麼叫sovereignty sovereignty是什麼 就是你有權力控制自己的身體 這個主權 you have the right 控制你這個人 你真的不是一個人 你連人是什麼都還會搞不清楚 說你沒有控制主能力 也就是說你在法律上 你是一個沒有禁制能力的人 你看這未成年 等到你成年你就變成一個 我可以控制我的身體 我可以決定我要做什麼 我可以自己要決定要不要結婚 不過在那之前都有一個監管人 就是你的父母親 是你的法律上的監護人 因為你還不是個人 在法律上來看你還不是個人 等到你法律上成熟你是個人 所以台灣過去四萬年雖然很久 但是你還不是一個人 在國際社會裡面 你還沒有被當做人來看 直到什麼時候 一開始都是 你不是個人的時候 還一開始被人家當什麼 殖民地來處理 殖民地就是 哇 現在今天換那個 明天再換那個 水仔人 那些人跟共就欺負你了 就把你剪掉 那叫做殖民地 但是殖民地 你變成人家殖民地的時候 還有一個機會 可以變成人家的老婆 那個過程叫做 從一個 或者殖民地 變成一個人家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中間有一個過程 那要按照國際法 你要做什麼事 之後 才算是一個人家正式的領土 就好像以前的北海道 本來也不是日本的 日本天皇在北海道實行 拿到這個土地之後 上面艾奴族在住的 我教你日語 我把你黃明化 改你的姓氏 最後 他是合法拿到這個土地的 接下去就是黃明化 最後宣布憲法實施在北海道 從此以後 北海道變成大日本帝國 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那一樣 也是對台灣做一樣的動作 之前黃明化 從1895年 下官條約 從大清帝國皇帝的手中 把台灣拿到手中的時候 下官條約 下官條約是誰跟誰打的 大清帝國跟 我們教科是說亂寫 寫中國跟日本打仗 那時候還沒有中國 那時候叫大清帝國 大清帝國人家是有名有姓 不要給人家亂套名字 那不叫中國 講到中國就有趣了 中國這個概念是最近才有 不到一百年 一百多年才有的概念 之前不叫中國 之前這塊土地上 有各種各樣的國家在上面存在 大清帝國 蒙古王大元 所謂的元朝 是不是蒙古人 吃掉所有的中國 對不對 看哪一個族比較厲害 就把大家 也有金人吃掉 你知道嗎 所以不同的國家 佔領那個地方 所以你不能講中國 所以中國這個觀念 而且這個中國為了要 一幾頂人為了要塑造一個 他們的凝聚力 所以要製造一個歷史出來 這個歷史可以幫他們統合 所以他講了所謂的道統 我們小孩都報價 什麼搖碎魚湯 周公文武 對不對 你中國人很愛說這個道統 對不對 那道統多少年 五千年 對不對 我們這四萬年看五千年 就覺得好勝 對不對 你五千年是誰 不好意思 你五千年前 你的祖先從韓國那邊過去的 韓國的再往前幾千年 從日本過去 日本在幾千年前 幾萬年前從哪裡去 從台灣過去 那就出閉了 台灣進行什麼 印尼那裡 再來 印度 再來非洲 所有的人類 六萬年前來自於非洲 現在活在世界上的人類 你要說歷史 說這樣 不要中間結一段 說這個叫中國 你要講你的祖先很遠 對吧 那五千年對我們來講 相對太短了 不能拿上檯面來當作解釋 但是我 我為什麼要講這一套 就是說 到底什麼是歷史 什麼是文化 是這樣說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這次官網 最後 時間到了啦 國際上所承認的台灣 會出現在很近的未來 那國際上會怎麼樣承認這個台灣呢 它可不可以讓台灣人自己想像跑出來的 我還說幾個不是 你們今天來這邊上課是哪裡 台灣民政府 有沒有 什麼是台灣民政府 怎麼有人知道 什麼是台灣民政府 你來到什麼地方 你要先知道嘛 你有人說 叫人抓去也不知道 叫人騙去也不知道 我告訴你 台灣人如果還覺得台灣民政府是詐騙集團 那真好笑 詐騙集團可以在華盛頓DC辦conference 邀請到美國的重量級的智庫來演講 而且辦的地點就離白宮那麼近 我們還在總統大選的隔一天就在那邊辦耶 不到三十幾個小時就在那邊辦耶 詐騙集團好厲害喔 詐騙集團 你要不要趕快去檢舉啊 講得好笑嘛 所以那些人在講話就不要理他 但是拉回來一件事情 台灣民政府的全民是什麼 台灣澎湖列島 台灣民政府是不是把你之前 對台灣民政府的想像推 有點修改 過去我想說 這是台灣人自己自動自發要成立的政府 結果不是耶 我跟你講台灣民政府有三個不是 第一個 它不是由下而上所產生的政府 你要懂嗎 由下而上的人民自己去搞一套 要進入國際社會 不是 它是從上而下的一個組織 上而下是上面有陶吉啊 我們的陶吉是什麼 台灣澎湖列島美國民政府 那個字已經寫出來了 美國嘛 Vigo啊 我們上面就是美國軍政府 美國軍政府上面叫做美國國防部 美國國防部上面叫做美國總統 為什麼是美國總統當我們的頂頭上司 因為 舊金安和平條約嘛 因為我們現在還在舊金安和平條約底下嘛 這個邏輯先搞清楚 第二個 台灣民政府不是什麼 第一個 不是從下而上而上 而是從上而下 台灣民政府不是什麼 不是人民透過想像產生出來的政府 不是透過想像喔 不是 我們是根據什麼 我們是根據法律 那個法律 那... 的規則 的規則 那個法律 都是消防器 亢律 後來 那個法律 入口 那個法律 那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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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用人的管理 我們最近一連串活動都在美國華盛頓首府在舉辦 來 再往下看一下 我把這樣的廣告往前推 讓台灣黨慢慢去熟悉這種 這是另外一個 也是一樣內容一樣 來 給他看一下 The facts, the law, the verdict The facts, the law, the verdict 好 那下面就是台灣 civil government 好 回到首頁 我們再去看另外一部分 我跟你講 光是講首頁我就講不完了 來 回到首頁 觀完首頁再往下看一點 台灣民政府新聞公告 受邀率領台灣民政府美國大選觀察團 將到十月七號準時出發 秘書長夫人林子安率領十人觀察團前往 此行除了觀察美國大選制度、政黨結構、民主制度等重要事項以外 將會會晤參眾議員及議員交換意見 另外在十一月十號將舉行台灣問題 政策檢討與檢視 觀察團預計十一月十四號返回台灣 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辦的這個活動 再往下 先按右邊這個東西 你從來沒有聽說台灣有任何團體 可以在美國華盛頓DC 你看十一月八號大選剛結束 十一月十號不到三十幾個小時 早上八點就開始有這個東西 來 再往下看 這叫做2016 election impact conference 什麼叫Election 就是 你知道美國最近最大的事情是什麼 知道吧 就美國大選 大選是誰跟誰在選 回到我Problem給他們看一下 對不對 然後馬上就跳回來 換來換去 來 我可以按一下嗎 可以嗎 OK 好 這兩個 最近就這兩個 還有第三個候選人 但是他的趴數只有一趴 我們就不講 我們就講主要這個 這個代表什麼 共和黨 這個代表什麼 誰會贏 你們覺得誰會贏 現在很難講 我上個禮拜大家都指他 然後再早一點大家都指他 最近的過去一個月 沒人敢說 五五波 五五波 嚇死人了 這都美國大選精采之處 大家本來說 他什麼 那個情色的那個 對話跑出來 或他過去的那個 個人 那個 在性上面的事情 跑出來 大家以為阿姊姊在死了 結果沒想到過 沒多久 這個什麼電郵案又出來 都換到他 FBI頭也走出來講話 連普丁那個陰謀說也跑出來了 喔 衝加大家真的是 我跟你講 刀刀見骨 每一個人 他競選團圖 所推出來的那個新聞 我看到都怕了 這聲對方已經死了 結果沒想到不到幾個小時 對方又對我一個 這聲換他死了 所以你根本就沒辦法判斷 台灣人真的是 不曉得怎麼判斷 我說實在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還要研究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複雜的選情 我們要這麼關心 不光是台灣關心 全世界都在關心 為什麼全世界在關心這個 因為美國是世界上 目前來講唯一的強國 我之前講過我們參加G7 可是G7裡面最大腳的也是美國 美國是事實上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國家 那這樣的國家選出來的總統 一定會影響未來 每個國家的股市 財經 經濟之間 全部受他們影響 所以大家都會關心 現在選出來的總統 到底是哪一位 台灣人要更關心 為什麼台灣人要比這些人更關心 因為他是我們的佔領者 佔領者的意志 就等於我們的命令 再講一次 佔領者 台灣這些土地 根據G7合併條約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是指美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可是呢 在正式的講法叫做 美國總統是我們的佔領者 那你對於你這麼大的 佔領者的意志 他所想的 他所決定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命令 我們要照著做 台灣不是一個主人 像菲律賓一樣 可以跟美國這樣對抢的 不是喔 所以我剛才講 台灣民政有三個不是 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不是一個 也當自己有自主權的政府 我剛才第一個講什麼 不是從下而上 而是從上而下 第二個是什麼 不是自己想像出來的政府 是按照法律下的政府 第三個是什麼 這是我剛才講的 是什麼 是什麼 對 我們不是一般 一般的政府都可以自己有外交 自己被做很多政策 對吧 我們這政府不是 因為它叫民政府 民政府上面是要有軍政府 我們是有老闆都要聽的 所以台灣人民說 現在台灣人要出土地 又不是 我們恢復是被佔領狀態 我們現在恢復是被佔領狀態 那叫做Normalization 什麼叫台灣地位正常化 先回到這一步 以後要怎麼樣再說 你這一步沒有回去 你哪裡都去不了 台灣的這個 這個鞋 是很多鞋 那你要慢慢的套 你要 一團亂的線 你亂拆會越殘越緊 但是你按照順數慢慢套 那套會開 所以我們現在走這條路 就是按照法律去套台灣 套好開 我們如果路走對 這條路 你看一下就套到美國去了 因為你路走對了 那路怎麼走對 就是你會按照法律去瞭解自己的身分 地位 先瞭解自己是身分的時候 講符合你身分的話 不要講不符合你身分的話 人家不會理你 但是你講符合你現在的身分的話 馬上人家就聽到了 馬上邀請來請上座 對不對 請上座 坐到美國 回到我的那個 我們那個 Conference 請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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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來 這個Conference 我們往下看 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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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離我們的選舉 還有什麼 離大美國選舉 還有五天 十二個小時 三十九分十六秒 再往下 Sponsor by 喔現在台灣西會館 又多一個sponsor 台灣西會館 截至上次之前 只有我們一個sponsor 最大的sponsor OK 然後再往下 這個 Exploring 來 New American Landscape 就是來討論 在美國總統出來之後 美國總統出來之後 怎麼影響美國的各方面 跟全世界各方面 大家要先討論 美國先討論 美國總統如果選一個 像以前布希一樣的總統 是不是馬上國防部會緊張起來 我們要回到中東去處理戰爭的問題 那如果換到歐巴馬 那個健保的單位就緊張起來 要歐巴馬care 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換成希拉蕊 以前是國務卿 接下去他要做什麼事情 可能跟很多國家這些 政治上的問題要馬上 國際上的問題要解決 那外交單位 State Department就要很緊張了 對不對 再往下看 那這麼大的conference 來 再往下看 有這麼多重量級的人物 這裡面包括以前 美國多數黨領袖 那個黨編喔 你看 majority leader ambice chairman managing director 有沒有 現任的 美國的國會議員 Veginia這個 你看 這都是以前 或者現任的 美國的議員 來 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這都是重要人次 你們直接看 大概翻過就好了 不用看那麼仔細 好 結束 回到我們的前一頁 好 結束 回到我們的前一頁 不是 回到我們官網 回到我們官網 官網的前一頁 對 好 來 再往下看 這個是之前 我們就追啊 這個時間 我們就一直往回追 回溯 來 再往下看 examiner 全頁給我們講 好 結束 來 再往下看 examiner 全頁給我們講 二次世界大戰已經在71年前結束了 It's time for Taiwan to determine her future 來 再往下 好 然後 這是他們的史觀 那個 1662 1683 1895 1946 把台灣歷史 用這種方式來敘述出來 不是中國的敘述法 來 再往下看 這邊重點 句子又來了 The TGG is supposed to be a trusted partn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Asia Dr. Roger Lin Secretary General of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有沒有意思 又是我剛才重述那一句 我們現在只是倒對歷史喔 再往下看 撼動世界TC控美案 來 再往下看 這就是我們那個案子 你可以按進去 直接看到這個案子 現在正在進行中 到11月7號當天 文字上的結束要準備 下一個階段 剛好我們就總統大選的前一天喔 你可以麻煩幫我按一下這個嗎 按一下這個案子 對 不要按錯 我現在按這個 oral argument這個東西 按下去 來 盡快坐下來 對 然後往下 我要看內容 對 oral argument not yes schedule 來 再往下看 United States Court of Peer 上訴法院 Protectic Columbia Roger C.S.Lin 原告 然後被告是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跟Republic China 擴護台灣 再回到前一頁 好 然後在前一頁之前 你看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就是G7的事情發生 按下去 麻煩你 按進去 往下 我們看一下 G7 然後再往下 在Isushima舉行的 再往下 麻煩往下 對 然後看到這裡面 這雜誌的內文 然後再往下 Taiwanese Governance 台灣人的政府 再往下 然後看到這裡面 然後看到這裡面 這雜誌的內文 你會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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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的政府 結果出現不是 我們看下一頁 來 跑出來是這個 Taiwanese Governance 這樣有沒有夠清楚 來 我們回到我的PowerPoint 我可以按 讓我可以按的時候 給我一個按次 可以 這就是G7的開會 就是世界上主要影響 國際局勢 定義遊戲規則的國家 美國 日本 法國 英國 加拿大 義大利 德國 跟兩個歐盟的 我現在時間一直到處 所以事情的發生 大家一定有它的前因 前因 前因 前因第一次出來 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在G7這裡面 跑出來的 所以 有理的話 就走偏天下 無理的話 就寸步難行 有理的話 就自信滿滿 走路有風 沒有理的話 就四處碰壁 遮頭蓋臉 我們現在繼續介紹 四處碰壁 遮頭蓋臉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 到底ROC 要被打臉多少次 台灣人才會清醒過來 我剛才說 有理的是我們 沒有理的那個人 現在是什麼樣 就是連續 從斯蘭奇 他說 中華民國要 不要講台灣啦 中華民國要入聯 你如果拿中華民國護照 在外國犯法 就去抓去中國 這個外交部 側管連續 最近是真的 證實 要拿中華民國護照 要去聯合國 被拒絕 這個 ICO 去拒絕 沒有被邀請 李大維說 強烈遺憾與不滿 不用 去聯合國一般奧運 是拿難民旗進去的 然後 WHA總幹事 他發給你的邀請函 上面寫 Chinese 台北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在台北 處處打臉 就跟你說 你不要用台灣 這個跟台灣無關 你也沒有資格於什麼 來講到這個 教廷最近也即將跟中國建交 這是很明顯的事情 所以ROC要被打臉多少次 台灣人才會清醒過來 其實我今天講這個東西 都是在做對照組 一個越怕越紅 一個越怕越少 台灣人看不出來 我兩邊 我今天講到現在 都在兩邊都是對照組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 就是首先要知道 台灣你到底有什麼人 你如果認從不對的話 你的entitlement 你的名義 就是跟著那些人在走 好啦 今天沒有時間講那麼多 那剛才提到有一個字 叫做觀察員 但是不能這樣 其實台灣民進行政府 也可以進入這些重要組織 當個觀察員 中華民國 流氧政府在台灣 也可以用觀察員進去 但是實在不同 所謂的觀察員 就是你要在一個 主要的會員底下 當觀察員 什麼意思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 主要觀察員 中華民國這就是根據中國 保你進去 大陸民主要進去 是根據美國底下的觀察員進去 現在沒有要講這麼多的東西 我們回到一個最基本的概念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政府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意見 大家都沒有反對意見 全世界只有一個台灣唯一合法代表台灣的政府 叫做台灣民政府 那現在這個東西也出來了 蔡英文這個政府叫做中國台灣當局 名字決定他的命運 你的名字叫做威廉王子就決定你的命運 對不對 你的名字叫做 他弟弟叫什麼 威廉王子的弟弟叫什麼 蛤 不曉得 弟弟就不能當國王 繼承人就不是他 你如果叫做 你如果叫做 你懂我意思嗎 你的名字決定你這個名字跟下去 你可以當國王 還是要當 第二個皇太子 對不對 名字決定一切 台灣人的名字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台灣人不願意認這個名字 你就在外面漂泊 等到你有一天乖乖的回來接收你的名字之後 你才會有後續的好處或者壞處 你如果接受中國人那個名字 你就是跟著中國黑賓照 台灣人接受的名字是什麼名字 就是大日本帝國天皇的成名 這個名字很重要 這個名字怎麼證明你有這個名字 所以我們在之前 台灣名證明發放身份證 那身份證證明就是你要拿出 日本時代你的父母親雙方在台灣戶籍所登記的名字 你證明這個之後你證明是他們的後代 日本人跟日本人結婚後來一定是日本人 不會跑出另外一個國家人跑出來的 你要證明這個的話 你就知道你自己是什麼身份 那因為你是這個身份 所以證明你是被占領地的百姓 你才可以享受戰爭法的保護 國際法的保護 你知道嗎 你的國籍就不能被剝奪 你就不能用力去做兵 他就不能改變你的語言 那本來的語言是日語 日語喔 他不可以隨便改變你的語言 他不可以改變你的教育內容 他不可以用中國教育來教導你 那都是違反國際法戰爭法的事情 這個中國白的這都知道 這都清楚 接下去我們要回到最基本的東西 佔領者被佔領者 我們剛才都講過了 這個觀念台灣人一直沒有 所以覺得說 台灣這個土地大家都來大了 這樣不好 全世界和平 大家相處在一起 反正都已經來到這邊 就好好的住在一起 不行嗎 我跟你講做不了 任何一個土地上 你如果這樣算 你就是被人家玩掉那群人 所以我要跟台灣人提醒一件事情 這叫做部落戰爭 你以一個群體 你還連自己是誰都不曉得保護的時候 你主客已經弄混了 你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才會被這樣玩 要不然你是以自己 你要為什麼要奮鬥 有人說 有飯堂要吃 有房子那麼大 那就夠了 它停留那個城市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就只能到這裡而已 但是你如果有一個部落的概念的話 你是以一個群體的利益為你要奮鬥的目標 那這個我們台灣人這個群體是天然形成的 不是我們去製造出來 中國那邊你是什麼部落 可能要加點力量 台灣不用 因為四面環海 你知道嗎 我們剛才這個土已經四萬年 四面環海 沒有跟人家接觸 你是天然形成的部落 你知道嗎 不管上面有幾個族 但是都是同一個群體 四萬年 這個是最有說服力的 所以你中國人要來說 他說他是台灣人 但是他沒辦法講他是佛摩山 當然我們也歡迎這些人 住人進來住 可是你要照規矩來 不可以一次來個幾百萬人 會把我們混掉 我們歡迎你 就像現在歐洲也開始緊張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歐洲不大推敘利亞難民 幾百萬人走在歐洲 歐洲人走到要死 對不對 歐盟還要求說每個配額 你這一國比較好看 你配得多 你配得多 可以換錢來換 結果英國要脫歐 其中一個最大理由 就說太多的外國人跑到英國 太多外國人 幾分之幾外國人 拜託怎麼辦 英國人會不見 他就有這個概念 這叫部落形式 歐洲再怎麼注重人權 再怎麼先進的國家 到最後我發覺 這時候如果這樣算下去 國家主權都沒有了 歐盟 歐洲歐盟的國家以前為了說 因為他單獨的小國 沒辦法跟大國比 所以他要結合在一起 可是因為這些小國結合在一起之後 要犧牲很多 每個國家的主權權力 以至於到後來 歐盟的國家可以定定說 你可以抽多少稅 不能抽多少稅 你可以有多少人 你一定要讓其他歐盟國家 到你國家去住的時候 這就已經侵犯到你這個國家的主權了 你已經控制不了 所以現在到瑞典那邊 斯德哥爾摩那個地方 你看到大部分外國人 都是中東人 你不要小看這群中東人 他們大部分是回教徒 回教徒是可以娶幾個媽媽 一個人可以生十幾個 你現在進來一百萬人乘以十 以後就一千萬人 再乘以十就一億人 短短的時間 歐洲又自己以為很高尚 結婚不生孩子 所以他們出生率很低 漸漸一個十倍再漲 一百倍再漲 你一個人是負成長 接下去歐洲 就變成都是中東人 世界上北人越來越少了 那會造成這個原因 就是所謂的人權 你過分的強調這個 你忘記還有 這都是要平衡來看的 就像民主 最近也是大量的民主 過去我們覺得民主是唯一的 最重要的東西 你要去堅持這個理念 後來發覺 因為民主產生國家 居然亂成這樣 像杜特帝 菲律不是很民主嗎 跑出杜特帝這樣的國家 可是杜特帝 你也不要太貶低他所講的訴求 杜特帝說我們雖然民主 像杜特帝就 Healthy 因為自香港民主 這個媒體制 你 rogue 你雖然依然這個 甚至混血 你 Life 팔 perché 為什麼 你早上 你不占這些 tinha 憲 Pharaoh 我很正在 你真的要台灣人做出結果是什麼 那明明有一個這麼好的路 讓我們延續了大日本帝國這種名分 馬上連接 以前過去台灣是很落後的 大清帝國統治底下是很落後的 我待會給你們看照片 後來慢慢進到那個... 沒有人操作耶 對 我待會會進到日本時代的照片給他們看 在日本之前是大清 那時候台灣人相當落後 可是當日本拿到台灣的時候 短時間不到50年 把台灣的地位從一個落後的國家殖民地 拉到帝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全台灣同時建設 台灣人受到最好的教育 那時候台灣的市制率是全亞洲 第二 僅次於日本 百分之七十一點多 教育普及率 我待會慢慢看那個照片 這個部落形勢我還是要繼續講 部落形勢以後會產生一群 這叫支援回收人 部落就是你打贏對方之後 把對方的手腦砍掉以後 把對方的人拉到你的國家裡面來使用 一定不會讓他們當頭 一定當下面做事 支援回收人 我給他名字叫這個 沒有頭的人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你不要來管政治 要幫你控制方法都是這樣 部落戰爭在征服對方後的統治手段 就是透過宗教語言 信式來統治對方 那種人我就給他 這個簡單的我們的歷史 四萬年前 我們台灣人M174的後代 後來有建立一個大都王國 後來日本西班牙荷蘭大清帝國 把我們當作殖民地 後來大日本帝國是最後最強的國家 把台灣拿到秋桃後 它不光是這個 它建構台灣的主權 所以台灣第一次有Sovity主權 是在大日本帝國手下建立的 然後這時候到1945年4月1號 宣布天皇頒布招書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就等於結婚的動作 從此以後我們效忠日本天皇 換取他對台灣人的保護 那叫做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什麼叫永久性 你從未婚進到已婚 已婚就是已婚 就是結過婚 就已經結婚的人 我沒有在講離婚的Case 就是已婚 所以從此以後台灣人的身份就有了 就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為什麼現在還有中國人 因為大日本帝國的天皇戰敗 美國人很要求 所以我們要把貴給你招待的女婦 再招待回來 再招待一次 就是這樣 我們透過法律的觀點 把他趕走 就這樣子 所以 我們自己的認同要出來 透過血統 我們知道我們是台灣人 FOMOSAN 透過LAW 我們知道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這是國籍 血統是一回事 國籍是另外一回事 不要怎麼說 我說我是台灣人 那有什麼 用字還用到中國人的字 來 這個 當你有這兩個認同之後 接下去 你要有團體的認同 你只要一個人 可以給他祈福 所以是什麼 在TPP架架下 包含美日安保協定底下 你就受到保護 這樣 很清楚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有關於血統的部分 這是國家地理雜誌所做的DNA研究 這不是我的研究 人從哪裡來 我們的祖先從非洲來 印度 印尼 爪哇 來到台灣 這四萬年 這六萬年 中間五萬年四萬年來到台灣 再來去日本 現在去日本 那時候沒有日本在國家 幾萬年前沒有 就住在這個島上 後來知道 朝鮮半島北部 最後再進到西藏地區 就住在這個島上 住在這區的人 有多少人 你看有從蒙古下來 從黑海 從歐洲進來 從印度上來 十幾種人混在這個土地上 混了很久 混了兩萬年 所以誰是雜種 住在這土地上的人 絕對是雜種 為什麼 兩萬人讓你去島嗎 部落就殺來殺去 那不是 你看中國例子 就是典型的 部落戰爭的結果 對不對 所以這上面是雜種 這雜種裡面就是有不同種 所以韓國人知道這個 好高興 說我們是中國人祖先 中國人很興奮 但是事實 對不對 問題是韓國人祖先 是從哪裡去 日本 日本人祖先從哪裡去 台灣 當我講完四年前講這個時候 日本就做了這件事情 看到沒有 日本人就開始追了 因為台灣民政文在講事實 當你講事實 日本人聽到 他馬上就做科學研究 所以就是這樣子 你看看這個科學家 日本家 三萬五千年 他挖到的 考古一個一個就追回來 這是三萬三萬 三萬六千五百年 三萬兩萬四 沿著沖繩島一直下來 到宇納國島接到台灣 東岸 這個是考古出來的東西 這不是我們青菜公公的 只是我們提醒日本人 你過去的想法是不對的 非洲六萬年前 印尼五萬年前 台灣四萬年前 日本三萬五千年前 韓國 除了中國 到同五千年 但日本人做不到 他接到什麼 因為在中國沒有科學依據的史觀 加上文化強勢 日本接上蒙古跟大唐 現在因為我們科學政治局 他就接對了 接到了 現在三萬年前的航海 這是什麼 國立科學博物館新的冒險企劃 日本總算醒過來了 因為他以前承接日本 那個中國的文化 所以他一直都被中國人壓得死死的 以洲線對他來 對蒙古來 他整套系統的建構是有問題的 直到我們把這個科學的建構 台灣之後 日本也造出來了 你就要來台灣這裡找你的洲線 因為我們這時間是四萬年前 所以你現在也在對這個 只能看我這個怕死 想辦法扭曲 慢慢 以後未來的台灣民進府 每一個人都要自己會上網 會去使用各種最新式的 資訊的機器 來獲取各種各樣的 variety的data 來support你的理念的建構 不要用各種各種各樣的 不要用謊言去建構你的世界 這樣這世人的了然氣 但是所以要建設 這個Google Earth 希望你們以後來看 我們就有世界觀 台灣四面環海 我們不是土地國家 我們是海的國家 所以我們的視野也要開闊 時間六萬 來我跳得快 這就是 我這張圖只是跟你們解釋說 為什麼台南民進府 說法令 講那句 都有人想聽不懂 我還說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人都是 會卡這兩點的 我先解釋 這張圖 它是根據人的思考 行為 做決定的方法 行為主宰的是什麼 所以下面這一窟 就是說動物 我現在說人 人有一部分人像動物一樣 什麼叫動物 就是你餵牠吃東西 牠就聽你的話 對不對 所以你用食物可以控制大象 老虎 獅子叫牠跳火圈 叫牠不願意做的事情 用食物就可以控制牠 所以這群人用食物可以控制牠 所以這人真的說一句話 牠在客人做什麼 牠在客人做什麼 牠在客人做飯吃 有沒有聽過 牠在客人做什麼 牠在客人做飯吃 也就是說牠這個東西 如果在牠眼中 如果不是食物拿來吃的話 牠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牠是不是像動物一樣 但是你也不要小看 這群人裡面可能很好看 牠不一定是社會底層 牠是社會上層 牠可能開的是Lamborghini跑車 住的是地堡豪宅 有私人飛機 可是賣收水油給你喝 對不對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就是這些人的價值觀 就是當牠有東西要吃的時候 牠無關白人死我 就是動物 我那時候不是講說高雄 那年輕人晚上沒睡 騙桌外拿刀子去砍人家 警察把牠抓到 說年輕人你在旁邊的鬼 晚上沒睡 在傷天害理的事 那年輕人在騷擾 在那裡說沒什麼 送 那警察聽著說 你講的是人話嗎 那邊那個警察說 那你講的不是人 他講動物的話 因為動物那情慾發出來的時候 獵食本性照出來一陣 牠就想要去摸 想要去帶人 要嗜血 看著水澡母的小堤狗都會送 這就是動物 你動物的本能 來讓你去運作 你平常就是這樣子在做事情的人 還叫做動物 那這種人你不要小看 社會中40%是這種人 這種人只要有食物 你就可以叫他做任何事情 那這上面稍微好一點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是什麼 沒頭的人 沒頭就是說 這種人沒有絕對的價值 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 那不重要 但是他的比這個高尚師 不是看十五 他會玩金錢 玩遊戲規則 會得很厲害 但是他沒有是非觀念 沒有絕對的是非觀念 有是非但是沒有絕對 上面是有頭是有絕對 有頭的人是怎麼樣 他相信世界是有真善美 有絕對的真善美 他認為如果沒有真理當基礎的善 是偽善 你知道嗎 做很多好事沒有好 但是沒有真理做基礎 但是這個人看不到 美是嗎 如果沒有真理當基礎的美 叫做虛假的 所以那個人看到一百度 漂亮還是不漂亮 他沒辦法下判斷 這個人沒有頭的人 但是你跟他說這百度 現在在蘇富比拍賣市 六千萬美金 一定是很好 你知道嗎 他對於事情評估標準 你把它換成金錢他就懂了 但是你跟他講抽象的語言 他聽不懂 就像我們現在講抽象語言 我們講法律的語言 講真理這種事情 所以你們今天來這邊上課 你認為是透過上課 希望得到改變的請舉手 會不會 你希望透過上我的課 得到改變的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子 沒有啊 不覺得 還是你們都已經 知道我之前玩得花糟了 沒有中計 我跟你講 不是的 因為你們本來就是這種人 對於是非善惡很清楚的人 才會來上課 才聽得下我的課 因為我的課的內容是在講 是非對錯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人的個性 本身是對於是非對錯很認真的人 你會來上課 而且聽得下去 聽不下去就是這種人 我為什麼要這種人 因為我們以後要統治台灣人 就是要這種人 你的學歷可能不高 可是你對於是非對錯要很清楚 我們要清楚是非對錯的人 你可能念到台大 你選出來的人就是會背書的 很快把背進去的東西 吐出來的那種 叫做考試第一名的人 對不對 過期台灣人都欠債背 我要講這個就講很多了 過去的怎麼樣用考試制度 把台灣人選出一群唯唯唯唯唯唯的人 讓他當成社會上面的人 真的有頭腦有思想有是非對錯的人 被壓到社會的底層 讓你不產生作用 這是整個殖民地教育的目的 他不需要你來挑戰他的權威嘛 不要講那麼多 我們現在主要是要補充給大家補充的這一塊 死官也是中國人統治台灣很容易的方法 今天台灣死節 主要就是要幫助你們脫離那個東西 講到這個要講一個簡單的事情 你們來這邊上課之後 你們會被任意當作台灣民政務的官員 直接去派人在不同地方 台灣人官員是4千名 那要灌幾2千4百萬人 平均一個人要管多少個人 60萬人 你有栽調灌嗎 我那時候在上課的時候 我問過那些童星我說 你有超過100人公司的老闆在這裡拆掉嗎 有的人舉手 我說1千人有沒有 後面有些人拿手 我說台商現在1千人 很厲害很厲害 但是不夠好 我們要是能夠管40萬人的 我說怎麼那麼多 我就問他說你會不會覺得自卑 都會啊 40萬人的 那不要管家 我說你不用煩惱 歐巴馬也不要管家3億人 但是他去當美國總統 對不對 是不是他以前有管過3億人 也沒有啊 但是他們要的是什麼 是那個個性 川普也沒有啊 其他也沒有管過幾億人啊 拜託啊 他只是一個國務卿 那不是 所以美國是有一個有系統 有制度的國家 他要的是你的個性 你的思考方式是對的時候 當這問題來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怎麼樣做正確的決策 他要的是這樣的人啊 當你經過美國大選那種 很激烈的戰況之後 你還能夠存活下來 然後還能夠站上那個位置 當美國總統 真的不是簡單的人物 我這樣講 今天不管是川普當選 還是希拉蕊當選 都不是簡單的人物 你去看他最近的辯論嘛 你任何路上去找 有這種人可以站在走過 美國總統競選路 走不下去的啦 累都累死你 對不對 你有那個體力每天這樣飛機 美國50週這樣飛來飛去嗎 你一上台就要演講嗎 沒有稿子一天讓你看著背耶 不像我們在蔡英文每天在念稿子耶 沒有耶 你在辯論當下是要馬上隨機應變耶 對不對 你還去籌款耶 還募款餐會耶 你沒有存個幾千萬幾億美金利 還沒辦法再選總統耶 中間有幕僚有什麼要協調耶 每天有新的 比如說對方陣營丟出什麼炸彈過來 你要接得下去耶 然後下次還要打回去耶 這都是總統要想的事情耶 以後就算你當上美國總統 經過這個以後 你還要對付全世界的各個國家耶 我跟你講這件事不是人做的啦 你不是有厲害的角色 你不要來搶這個位置 那美國經過這麼激烈的戰爭 激烈的競爭之下 產出那個人 真的就值得配得當美國總統 那他們要的什麼 就是一個特質嘛 歐巴馬當選的時候 只擔任過一任的參議員耶 他就去當美國總統了耶 因為他在大學一路走來 就讓他覺得說這個人是這樣的人嘛 看得出來嘛 讓他面對更多的挑戰 只是增加他的表現的機會而已 把他自己裡面所相信的那套價值觀 跟價值標準 Apply 應用在他所有的決策上面 我們要是這樣的領袖嘛 就他本身有一個core 那個核心價值是什麼 一樣美國人也要問 你台灣人你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你的核心價值是那個食物嗎 還是你的核心價值就是法理 你台灣人直到學會說 我要在世界上走動 要靠著法理去走 而不是靠著利益在走的時候 台灣人才有未來 我們就走到日本時代好了 因為這些是我們以前沒有的東西 我們先跳一下好了 這是以前 大興帝國殖民地的時候在台灣 右半邊都不是他管的 他真正他的土地是左邊 而且是殖民地 而且還不是領土 大興帝國殖民地佛茉莎的時期 後來我們的歷史怎麼扭曲 大明正常說在台灣 結果他的勢力範圍這麼大而已 存在都不是他的 他根本沒有那個軍力 也沒有那個錢可以打到全台灣 也不可能設各據點 大興根本沒有那麼多錢 怎麼可能打 主要是其他勢力範圍在這邊 好 我們講到日本時代 為什麼被說這個 第一個我們身份確立之後 我要讓台灣人 以前我們沒有看過的這一塊 歷史把它補上去 讓你知道說 那過去是怎麼回事 因為那邊變一個斷層 國民黨刻意地把你洗腦 洗到你不知道 這十個時間發生什麼事 大日本帝國歷代總督世紀 1895年到1945年 第一代總督 明治28年 1895年 華山之際 就這張照片 華山之際 跟他孫女 這咧貴太郎 第二代總督 第三代總督 乃木西典 這都將軍的咧 這在那個 中日加武戰爭 跟明治時期重要的將軍 而是元太郎 很有名的一個將軍 那時候來擔任台灣的總督 在這邊是後藤信平 他是唯一這裡面不是軍人出身的 但是他負責有點像是 行政長官 來 慢慢唸 軍政轉民政 臨台善後 租稅減免預告 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確立 台灣總督府平議會創始 司法制度確立 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 高等法院 警察制度 理番制度 醫院設置 阿片制度 教育制度 郵便電信實施 定期航路開始 督樑改正 財政金融制度 大阪中立銀行進出 我要說你想像一件事情 我唸這個可能很無聊 你要想一件事情 當一個土地真的交還給你 給你管 你要恢復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事情 大清帝國之前也在管台灣 你希望你日本人拿到手頭 那時候 要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想嗎 你會知道要做哪些事情嗎 光看他們做的事情 你就可以開始有 有東西脈絡可循了 台灣真的相對落後 所以我們要看帝國 帝國怎麼做事情 人家之前已經 之前就有經驗 日本也是跟西方國家在學的 日本本來也是 比較好 什麼叫西方列強 要替代六百的國家 但是因為明治天皇很聰明 在短時間 明治維新 過日本不到十年時間 變成世界強國 當時的中國 打敗了俄羅斯 幾身世界強國之一 他一定做了一些 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 所以我們看他的做法 我們就知道 明治二十九年 你看 所以地租稅 這裡面有一個叫度量痕改症 這個很重要 以後我再講 醫院制度 國語學校預備 第三代總督乃木西點 警備法 鴉片制度 他一方面處理大清帝國的問題 一方面給大家建構未來 包括語言的改變 醫療 教育 法律 規則 都在定 所以在初期的時候 我們也都在定這個東西 像台灣民政務 早期我們現在就重新定義 中華民國把我們創亂的東西 回到大日本帝國時代 佔領不移轉主權 其中有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你不可以改變 以前那個國家原有的 社會制度跟規則 所以我們才講 我們台灣有六個州 每個州有知識 就回到日本時代 你現在 你們現在是不是看那個路名都不對 都是中國名 你不覺得很奇怪 台灣 什麼長沙街 南京東路 莫名其妙 都中國名 他就是要幫你洗腦 所以他整個制度進來 他就幫你改掉 你看 一代總督 農會 農業移民開始 台北市街道下水道設置 縱貫線全通 你看 1895年 得到台灣 1906年 就縱貫線全通了 有厲害嗎 日本人那麼長時間 中央研究所開立 化學部 衛生部 這都要錢 所以大日本帝國議會 就撥大量的錢 來到台灣 建設台灣 短時間把你拉到帝國的水準 你看 第七代總督 台灣電力公司出來了 縱貫線 中部海岸線通 接下來我要講這個 田間智郎 為什麼特別要講他 你看他 私人方針 是一視同仁 你看前面在建設 到了田間智郎之後 賀來左賀太郎 他的私人方針改了 一視同仁 一視同仁 就把日本人跟台灣人 當作一樣 叫做一視同仁 同化政策 內地延長主義 日本的內地延長到台灣 你知道嗎 這個很重要的概念 之前我們沒有講 因為現在時間越來越迫近 我慢慢 越講越多 日本人在做就是 所以到1919年的時候 夠了 要進入另外一個階段 你看 台灣教育令公布實施 差別教育 差別教育 之前有差別教育 因為大家追蹤不一樣 到1919年的時候 差別教育 廢止 共學制實施 日本人跟台灣人很久會學習 以前有日本人學 後來又跟台灣人學 現在合作會 加拿大軍提供 地方自治制度確立 第一回國事調查實施 國事調查 農業倉庫設置 戶籍令 有沒有看到 胎型廢止 總督府評議會 官制實施 中央研究院各實驗所統合 學校組織改正 高等學校設立 尋長科4年 高等科3年 台灣史料編轉 黃太子殿下台灣系 你知道嗎 當你這些都完成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黃太子就要來了 未來的黃帝直接來台灣 所以這時候黃太子要來 但是那時候台灣人很小 黃太子 什麼人 台灣那時候 我台灣會給你介紹 林憲堂 國民動蝶 講的這些人 就是在後面搞鬼的 來 那時候那時候 我跟你講 現在市面上有這本書 叫做 《田建治郎日記》 這個總督的日記 每一天都有什麼日記 你也可以去看 這個大正十年 1921年 維宇 是1月13號 你有沒有看到 誰來 你看 午後一點 林辰路 黃成聰 黃曹琴 來述台灣雜誌之事 他們那時候就是要辦雜誌 要鼓吹這個中古書上 你看黃太子的名字在這裡 我來介紹黃太子之後再講 那時候 他們現在要跟天王說 這裡很不容易 不要來 結果 這總督消息 台灣的思想惡化 是在那時候 找那個學生 在台灣沒幾個人 他們是社會主義 但社會沒有危險的程度 一般人民非常忠實順良 敢一視同仁聖恩 無危險 你會來 這是什麼意思 過去在大清帝國裡面 在大清對台灣人的看法 什麼 男無情女無異 三年一小晚 五年一大亂 對吧 那時候描述台灣人是這樣 既然有跟他打鼓吹 在那裡 腦啊 奇異 我說得比較實在比較難聽 比較直接的 當一個女生嫁 過年回到娘家 媽媽會幫你問 在那個人家是什麼樣的 一隻貴下面看 女兒有時候愛民主 說貴的很好 妳在說這件衛生 不可以流來了 被委屈了 對吧 吃苦了 所以這件事沒辦法用騙的 但是你如果真的日子過好的話 那嘴角會笑 對吧 會笑很高興 很自然的說貴很好 這是主人的事情 所以你後來到日本的眼中 為什麼 一般的人是忠實順良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日本人看的台灣人是這樣 跟中國人看的台灣人是不一樣的 表示 我如果你公子真的對我好 我幹嘛一天到晚跟你吵架呢 就是你欺負我 我才會跟你吵架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以前大清帝 沒有欺負台灣人 台灣人才會給他換 我說中國人來台灣 就是欺負廟 欺財務 這幾項而已 來台灣都是隨便的 官才會外派到台灣來 對吧 那時候很落後 大清也沒有那麼多錢 來建設台灣 沒有準備要建設台灣 他就想當作殖民地 但是日本人大量來台灣建設 那做法是不一樣的 所以台灣人會感恩 會開心 所以是非常 總之 我給你看以前是日本人 台灣人生什麼樣 生什麼樣 生什麼樣 欸 這1920幾年 台灣人生什麼樣 大清是差很多天差地別 這就是留學歐洲的人 你看 男的英俊女的漂亮 那事情還沒說 你看 1943年 全台灣小學1099所 小學生93萬多 然後 教育普及71% 全亞洲只低於日本 現金國家 日治時代 有沒有 20萬人留學 還要害怕輸入 這裏廣告 這就是他們留學的同學路 我給你看 嚴水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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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水彈無錫園科學師 歸媽生 這我真經 台灣的美術、化學、經濟、神學、政治 醫學 過去台灣人就是這樣 我剛才就講 海盟進行 讀政治學 美國的 How do they do 來去南京政府外交部工作 你知道嗎 你日本人 南京政府是中國人的政府 過去外國不做事 是不是西中的西中 是啊,中國人嘛 你來找田徑智郎是在找什麼外國啊 林辰路、黃辰聰、黃條巡 表面上說要辦雜誌 其實就是鼓吹中國人的訴訟 就要反對日本人嘛 你就日本人還要拿日本的護照去美國留學 但是不是 這樣知道齁 研究出來為什麼這些事情 好啦,我們來看照片 來,麻煩你 這個齁,去廟嘛 這是1889年的台灣 給你們看 馬接博士1885年的時候來台灣 皇后旅館,馬接博士 後來跳得很快 來 我待會兒再補這一段 先給你們看 後來日本時代改成這樣 從過去的這種 跳一個日本時代沒有幾年之後 變成這樣去 那時候後來台灣是這樣 你看 日本統治一下 有報紙 那時候 我剛才看1895年進警 不到十年、二十年來台灣變成這樣 你會不會覺得很shock 你看 台灣的學生 別接上 手牽著手 我要說 那叫做同心 當年整個台灣人是一心的縮隊 這樣 我們台灣的土地不一樣 在那邊跟那邊跟那邊沒有辦法 就同心了 所以結果這樣算算到 後來就變了一個人 一個怪獸就跑出來了 台灣的土地不一樣 心的人 一個心向中國 一個心向台灣 只有像中國人在把台灣 當作可以丟垃圾的地方 產業企業在那裡 留本手給台灣人 但是台灣如果是你們家 你這樣會本手等在台灣 不會啊 我世世代代要在台灣大 我的小小小小小要在那裡 大 我哪有可能把褲子 比較有毒的東西 流到台灣 不可能 就是你的心不在台灣人 在那裡 你知道嗎 那時候的台灣人是這樣 那時候人手牽著手 肩併著肩 做一個地方 你看 日本時代的教學是這樣 喝茶 照相 畫展 這叫施設 臉膝 排聚 你看 那時候還有划船隊 像歐洲那種 劍橋牛津 你看 上課的樣子 日本時代 你看 學 劍道 柔道 摔腳 摔摩 體操 家裡有十五年 會掛鯉魚棋 女生是受這種教育 茶道 花藝 茶道 劍術 武術 裁縫 這是北逆里的裁縫課 日本時代 女生的教育 穿那個水手服 你看 那時候 龍丁 就是現在說橫陽路 那個地方 你看 一般日本時代 台灣人的生活 還有博覽會 台東 台東就這麼漂亮 你看 沒有什麼偏遠地區 台灣人見 照片從這邊來 謝謝他 來 我們看那個照片 我很快走過 我們就要放影片 你們第一次看 來 趕快放檔 你看 西方國家 幾個傳教師來台灣 可以走非常有限 雖然馬街也很厲害 但是他一口人 等下辦個學校 弄個主任學 教個 還會這樣 因為大清在統治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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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賴 再鋪 別人 一起 砍頭這種事情是全世界都一樣 你沒看最近IS 那時候我說 那現在還有那種 我說現在就有 你去中東看就好了 中東IS是不是 就是斬首行動啊 美國也是斬首行動啊 只要牽扯到戰爭 就是斬首行動 斬首還算文明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斬首只殺那幾個頭而已 所以人家沒胎了 只有那種大量毀滅性武器 才是全部殺 沒有無差別的 像美國用核子彈炸日本的時候 就是無差別 整個城市下去老弱婦孺全部都炸 所以美國也在學 逐漸文明中啦 你知道嗎 美國人你不要以為 邱吉爾就講過美國人嘛 You can always count on American to do the racing 你永遠可以期待美國做對的事情 但是 當他做完所有不對的事情之後 他最會選擇那個對的 後來才會選擇對 不會一直錯下去 但是之前已經做很多錯的 包括對台灣人這件土地的事情 幫助中國人把我們起床 所有違反戰爭法都做到最後 直到我們用法律的程序 把它提醒美國你不能這樣做 但是美國人有一個好處 當你提醒他用法律把它指出來 他錯的時候 他會修正的 他說啊 抱歉做錯了 修正 修正啊 修正的時候 你知道法律 他就會按照法 美國是一個守法的國家 他沒有法律 他不能當世界強國 所以他一定要用法律的事情 來執行全世界的統治的任務 我們就是要求 這是你說的 美國國際法是你講的 戰爭法也是你在遵守的 這還是你憲法上面寫得很白的啊 你跟國外簽的treaty條約 是等同於憲法的層次 要一起處理的啊 讓他提醒啊 提醒之後美國就定了 馬上叫做 所以才會成立我們台灣民政府 好價值的美國是這樣的國家 你換了澳東國就慘了 你如果願意歸順的話 日本人馬上叫你最新的武器 你怎麼開槍 以前的高砂族 這是日本軍官 我們的頭目 你看兩個腳中間 都放一個人頭 一顆一顆都是人頭 你不要小看 那個是地位的象徵 表示我打敗過誰 洗澡都要小心 那時候高砂族 不喜歡他們設立學校 所以到學校裡面把那些 日本老師把這些學生救起來 後來就叫他們念書 他會把那種藝術 心動革的 他會說 他會釋放還有大家 這個人在學校的 因為她是接受的 那些學校的在學校 比較有心動革的 他就去理你了 要問那個人 學生的照片 老師有棄職 學生也有棄職 鐵道旅館 後來要帶回 北英里的裁縫課 打到菲律賓的時候 我們出來遊行 台北公會堂 公會等 台北市民每個人捐一塊錢蓋起來 公外局 那個內部 大圍堂裡面 你看廚房多麼有系統化的處理餐具 頭上都戴著白色的帽子處理 西餐廳有冷氣喔 撞球桌 我們現在說1920年在台灣 一百年近 將近一百年前的台灣市 這樣這一種水準 一百年是百多多少 以前三線 三線路 你就知道日本帝國那時候多強 有快車道 縱樹 慢車道 中國人來後 跟我們歷史亂教 包括我們的棒球歷史 說我們早期是紅葉棒球隊 胡說八道 日本時代都這樣 紅葉棒球隊是什麼 用棍子打拼酒頭 有那麼可能 日本時代每個人都有球帽 制服 手套 球棒 球 對齊 教練 領隊 我手邊有幾百張全台灣各地的棒球隊的合照 待會兒你還可以看到高雄那邊的 軟絲棒球 這個是華山小球隊上南門國小的比賽 國小之間每個需要都有球隊啊 就是這種棒球文化 最後打到Kanon 夾子圓 Coccien的Final 最後決賽嘛 誰要拿到冠軍嘛 所以日本人裡面開始有印象 加農 嘉義農專 那時候的公車 台北火車站的前身的前身 神社 陽明山的超山的溫泉 日本人在台灣弄很多 包括北投的溫泉 建宗的學生 以前建宗 就穿這樣 我們教練一起穿這樣 穿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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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火車站 陶晴黑的管前路 走到最後叫做博物館 沒有人會在殖民地開博物館的啦 不會弄帝國大學啦 就是因為你不是殖民地 要提升到帝國的內地跟外地延伸嘛 內地延伸到台灣嘛 比照國內 那時候台灣有地下水道的標準 比日本還先進喔 所以那時候 甚至於日本國會裡面都有人質詢 說你為什麼拿那麼多錢去建設台灣 那時候日本在戰爭已經缺錢了 還繼續大量的錢拿來台灣建設呢 那時候他們的那個議會的人要解釋這個原因 我跟你講這一次以後 把這些資料翻出來給大家看 台灣博覽會建設好到一個程度 還可以辦博覽會跟世界各國人來看 你看 實色 而且中山 後來叫中山 台北工會堂辦國標舞比賽 日本老師 你看每個人穿的衣服很可愛 你看 一百年錢 女生穿的衣服 你們看他那個樣子 他很時髦耶 你們會不會看男生穿的衣服 我連找到鄉下 竹東鄉下 那時候就拆得很石油 日本老師 帶小朋友幼稚園的小孩子 新竹車站 台中公園 我們的海軍 台中港那時候 台中 綠川柳川 台中是在那種大地震之後 空拍馬上 那時候 日本時代 大地震馬上日本飛機就飛起來 全部的震災區馬上去拍照 天皇來了 你看 超級震災 看 超級震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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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們看看看看 豐原家鎮 女學校 彰化水源地 每一家都有自來水 要有水源地 台南很丟掉女生的照片 台南的街上 台南師範學院 打網球 你看 冰東 高雄 天皇來視察 這邊是海軍 陸軍 高雄示意所 堂場 舌頭 這不是最近的照片喔 那是本時代的照片喔 你看高雄軟式棒球比賽 你看 一樣嘛 那時候高雄港就已經是這種方式了 在啟洩或 幼稚園園遊會 幼稚園園遊會 大日本地國教育從幼稚園開始 小朋友在那邊玩 這是屏東水產試驗學校的學生在開派對 鳳山 我全台灣給你看啊 鵝鑽鼻你看 全家出遊走這台車 你看 便當試吃會 屏東便當試吃 屏東婦女會 我跟你講喔 你怎麼看 看照片你可能不會看 你看每個媽媽 給一個女兒 女兒怎麼去打扮 穿和服 穿得乾乾淨淨漂漂亮的樣子 就不知道生活確診到什麼程度才會這樣子 有沒有 看細節嘛 每個人做都有作樣 你看 同樣的位置喔 站這樣喔 不會整瓶這樣站這樣 很快你看 還會側站 你看都很漂亮 基隆高等女學校 去游泳課 很多啦 我這看不完喔 給你們看 想到過去喔 花蓮港 你看 花蓮市區 以前那麼漂亮 你看 花蓮耶 你看這家 街道 好像歐洲一樣喔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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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放影片 來聲音調小聲一點 在小聲一點點 在小聲一點點 明知二十半年 1990年,馬關條一簽訂後,台灣歸之我國 明治28年6月17號,台灣總督執政40年 拍這個影片 你看,經過幾年訓練台灣人已經 大清跟落後的情況變成這樣 總督府的使政是40年之後 成果發表者 改曆之前 我們被大清帝國當作畫外荒帝 台灣居民是畫外之民 改曆之後 日本政府讓我們成為帝國臣民 行命 改曆之後不到幾年 做什麼事?平定土匪叛亂 產業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 通信衛生整備 智水灌溉李帆教育普及 不管是地方制度或者是軍事方面都非常的完備 所以現在看到成果 台灣已經耳目一清 但是沒有徹底啦 但是已經大部分結構都已經完成了 原因是什麼? 黃氏一視同仁的恩賜 短時間後台灣轉不改變 台北市的夜景 你不是只是看夜景 要夜景要有infrastructure 基礎建設 要有電線鋪電纜 要有電力的供應 才會有這種東西 來 再跳一下 我們跳一下 跳一點 好 在這個時候呢 他就把那個城牆給弄掉 留下城門 用這個三線道路 看颱風的機會 把過去的舊的防射處理掉 台灣總督我已經 去就好了 臺北市的中心就是 台北市的中心就是 台北市的中心就是 台北州知市 台灣軍的蘇琳寶 一旦台灣人叫台灣軍 不是義勇軍 台灣軍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中央研究院 百倍音 交通局鐵路部 郵政總局 台灣的郵政那段做得很好 這邊 台電 他說諸事會社就是 股權是 holding 總督府的官邸 有自信就會勇敢了 火車站走到底 管前路 博物館 日日新報社 一有機會把舊建築改掉 一時年輕人都喜歡穿旗袍的線條照出來 穿和服 學生穿學生制服 街道是放射街段或旗班 展開 是現代的都市 鐵道旅館 後來因為 通宅的關係 會毀掉了 要不然很漂亮 鐵道旅館 你們可以上網去查 台北A期 台北火車站 現在飛加賽出去了 這有人力車 日本現在也有 交通車 還有Taxi 有巴士 有巴士 這是 明治橋 後面那就是 新車 雲山的新車的地方 那就是 雷人河 你看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建築設計 結果不要叫他跳出來 台北公會堂 非常現代的建築 破武館 那時候 大日本立國建設 台灣 真的連日常休閒生活 都顧慮得很好 再做就好 你看 台北放送是電台 每一天有日記 台記的發音 跟著希望最流行音樂 都有在播放 食物園 那時候 對台灣人來說 沒有經歷過的 商品陳列館 在北斗那裡 建功神社 現在是做一個對照組 以前 中國人在台灣統治 還有殘留在大中堂那邊 還沒有改 讓你們看看 這裏面有一個問題 這裏面有一個問題 這裏面 來 稍微跳一下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那個廟那邊 中國人就起山起廟 你好像就進到另外一個國家 你看 異國城市的情調 有沒有 是 你看這裏面 還想到我們 中國人來聊的 做法 對 對婦女的不人道 對 對婦女的不人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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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跳一下 我們這邊看夠了 直接跳到淡水 淡水 直接跳 拜託快點 快點 淡水 好 這北投 這也是淡水告的浮球場 剛剛錯過的地方是北投的溫泉 那邊是日本人建設起來的 你現在去北投看溫泉還是很漂亮 還有以前的影子 北部最早開發的地區 新竹是北部台湾的中心地 新竹州農産物 說到新竹 特別說到日本是在做日冬紅茶 你看他那製作 浮球那部分還是人工去挖 挖後有紛爐 泡打後有進 你看看前面是這樣子 接下去 一百年前喔 發生什麼事情 你看 極化 極化去磨的 大量生產 你看 伸展線 頭髮都綁得乾乾淨淨的 挑茶葉分類 然後裝罐 貼包裝 銷售 一貫作業 在一百多年前 相對是很先進的那種製造過程 你看 包括城鄉 台中 再來說到台中 新興城市 日本人一直在建立起來的新興城市 中部台灣的首都 台中市 米の台中 バナナの都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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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自 有綠川柳川清流 有綠川柳川清流 種有柳樹的台中市 幽靜而美麗 有台灣的京都之稱 日本時代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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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 台中 ator laboratory 司法 背景 炭金 日本時代 所以是準備二十四萬千瓦電力 電力有時候你看高壓電線配電 日月潭往高雄往台北 進步的台灣最重要的是電力 日本人寫給日月潭 最大而且唯一的供電 透過這個 再來嘉義的發牧 還可以植林 最重要的是兆林同時也發牧 對話 阿里山這邊的 迴轉式的火車 一分一秒 這邊跳過嘉義人的木材 十六萬坪這個稍微跳過 東洋第一製造所 再來看唐葉 俄裔帝國智堂出師會社 俄裔原太郎那時候開始 明治智堂出師會社總為工廠 台灣智堂在世界地位已經 到那時候變成僅次於古巴印度爪娃 這些地方都比台灣大多少倍 可以這樣告給謝年 糖葉這個東西很重要 它是一個基礎的產業 用它可以做罐頭 外銷水果 可以這樣做煉乳 也可以提煉酒精 變成工業的料 你看 那時候就用信息 你們現在看沒什麼感覺 可是像一百年前很先進的機器設備在做燈作的動作 扁性煉乳、罐頭、其他工業發展 日本的砂糖消費高 過去十年間 平均70萬匹群增加 但 其中的機構是熱帯的 來這邊跳到酒精的地方 我們時間差不多 跳到酒精實驗所 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酒精製造 無水與酒精製造 來再跳一點點 你看 你看 你看那時候好像是最近的人一樣 一百年前還穿同樣的衣服 大眼鏡帶路勒 所以你就知道那時候的先進程度 到其實沒有太大的變化 實驗所 一樣這樣的基本的建設 加南大駿烏山頭 就是日本日本時代 昭和五年 1930年4月竣工 因為這個山湖潭供水給台南州 裡面 15萬女甲的地 都有那種山 都可以種植 15萬 甲的水源 幹線26里 支線281里 馬上 農產品 就徵收 年一月到240萬日幣 三年輪作 利用這個給水設備的特徵 一年可以三座 來 一樣用重貫線來貫穿這個故事 再跳一下 我們直接跳到港口 你看 沒有 我看一下高雄港前面 好 這邊跳一下 高雄港那時候就已經 來 再跳一點點 好 這邊看一下 沿著高雄港旁邊的那些工廠 高雄洲廳 藝術 馬子里 內地到基隆 鴿北出發 三週夜 如果是福州那邊 福郭嘎那邊 福郭嘎那邊 福郭 那台定期航路 內地 日本 跟台灣的航路 有豪華版的航路 台灣拓殖廢測 看 你看連那個小孩子穿的衣服都好 白鞋 他那時候還有鋪地下電纜 無線電話 對 對台無線電話 對台航空 東京歐斯卡復古港 每天固定有班機在這邊 產業和経済難侵國策 我倆是全國一致的追考 我大學專科學生畢業 我當老師當警察 課上了這邊 請大家堅持送到最後一點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 我原本的名字 感谢观看